今天上午2023山东临沪食品产业博览会开幕 现场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上午9点 2023山东临沪食品产业博览会 在临沪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这次食博会以生态宜盟食品之多为主题 采取线下加线上双线联斗的方式举办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家 和3000多名专业采购商参展餐会 主要是做的鱼 主要带来的那个黑片和我们的那个大白雕 这次展会除了设置综合展区 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展区等几大展区 还专门设置了临沪市特色产业展区 和区域合作交流展区 临沪当地的乡村发展带头人 可以和18个省内外地市企业 在特色食品产业上贡商发展机遇 此次我们带来了小酥肉白水肥肠的一系列产品 现场的采购商非常多非常热情 这次展示的是我们农发集团 自营基地和助力百家合作社中的 部分优质农产品 据了解 这次林一时博会通过展示 林一食品产业发展新成就新形象 为食品企业提供便利的发展商机和合作平台 培育发展新动能 巩固产业竞争优势 推动农副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 现场可以说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 各位可以实地去看一看 品尝一下全国各地的美食